我知道你们今晚过得很愉快,对吗? 你们正在学习很多知识,内心充满了激情,我也想感谢耶格团队,因为能够在耶格的舞台上发言是对我来说是极大的荣幸。 我在这里跟你们交流,内心感到十分谦逊。 我认识你们的领导人,他们都知道过我,我非常尊重和感恩他们,因为他们,我才能站在这里。 今晚我会给你们一些希望,有没有人是为了寻找更好的生活而来到加拿大的? 1985年的时候,我就是这样的。 当时我没有钱,不会说英语,一无所有,唯一拥有的是梦想。 六年里,我做过许多不同的工作,有时候同时打三份工,我寻找各种方式或途径来实现我的梦想。 我研究了各种各样的生意模式,我和很多理财员和银行家一起探讨,我们在多伦多赚了不少钱。 无论如何,我都努力地想要实现我的梦想。 当我找到这个生意时,就仿佛看到了一盏灯,我说就是它了。 我开始阅读书籍,听音频,参加各种活动,阅读供应公司每个月出版的杂志。 我接触到了很多比我年长的,并且从事各种职业的人,他们都实现了这个目标。 我告诉自己,如果他们能做到,我也能做到。 是什么给了我这个信念呢? 是那些杂志还有音频。 我过去常常每天听音频,有时候每天要听两到三个。 德士特耶格录制的名为《为什么不是钻石的录音带》真正帮我了解了它, 同时也给了我无论如何都要去实现它的想法。 在音频里,他告诉我,选择放弃的人永远不会赢,赢家也永远不会选择放弃, 所以我决定了我永远永远都不会放弃,不管有多少不可能,不管有多少人嘲笑我。 他们会说,你作为来自多米尼加讲西班牙语的一无所有的穷人, 你真的认为自己能成为生意中的重要人物吗? 我说是的,因为我相信耶格,我也相信我自己。 如果其他人能够实现这个梦想,我也可以。 让我们把这个故事精简一点,今天我们在超过11个国家开展业务, 我们在系统里有了30多个团队,因为我们没有放弃。 这是建立在我们经历了很多嘲笑和批评,以及种种其他挫折之上的。 我从这中间学到的,就是你要跟很多很多人交流,才能找到那些少数人。 所以,我决定了,跟很多人接触,然后才会找到那少数的人,明白了吗? 这并不容易,但其实很简单,你必须研究一下数字, 然后你找到能理解和看得到它的人。 我的目标是三个达标团队,然后是六个达标团队。 一年零十一个月之后,我找到了那三个,五年后我们都成为了有钱人。 二十年后,我们成了百万富翁,这值得吗? 但是,你一定要做出承诺并做决定。 德士特会说,成功是你必须要做的决定。 我建议你今晚或明天,在这个活动结束之后,你做一个决定。 努力成为你想要成为的人,实现你的梦想。 我也建议你相信你的梦想,因为如果你相信它,你就可以实现它。 如果我和我的妻子萨拉能够做到这一点, 我知道你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做到,这是值得的。 你要做出决定了吗? 你什么时候打算开始专注并实现你的梦想? 你知道你想要的是什么吗? 对我而言,具体来说,我的梦想是能够控制自己的时间。 我从不喜欢为别人工作,我不喜欢接受命令,我不喜欢早起, 我不喜欢别人告诉我去吃东西的时候,我才去吃东西, 别人告诉我去度假的时候,我才去度假。 我不想要别人来付我,他们愿意付我的钱。 我没有看到任何美好的未来。 是的,我曾经在加拿大最好的电子公司之一工作过。 我问我自己在这里能有什么样的未来。 我看到了我的主管是如何生活的,我说那不是我想要的生活。 那时我每年只不过赚大概三万美元。 我说,如果我成为翡翠机以上,我将赚取超过十万美元,我将获得自由。 所以我就这么加入了,这值得吗?答案是值得。 我记得有很多人告诉我,当我向他们展示成功榜时,他们不确定,那都是不是真的。 我说,我相信这些都是真实的。 我说服我自己,我的上限钻石,当时它是翡翠,邀请我去北卡罗莱纳州夏洛特市做商务活动,我去了那儿。 我记得,那时我的信用卡限额是一千美元,我问我的上限费用是多少。 他说,机票是五百美元,活动入场券是一百美元,然后食物和酒店还要一百美元。 所以一共需要花费七百美元左右。 我说,那将是我信用卡百分之七十的可用额度,但我必须要去参加。 我心里思考,这值得吗? 他告诉我,是的,这是值得的,你要加入到一百强,对吧? 我说,是的,我正为此而努力。 他说,那我必须要去参加。 我把一切都压在了我的信用卡上,我去了北卡的夏洛特,感受了整个活动的大局,我看到了所有的一切。 我去了停车场,看到了汽车和房车,我说这是真的。 所以我回到了多伦多,一年过去了,当我第二年回来时,我带的人差不多坐满了半架飞机。 为什么?这是系统的力量。 如果你渴望获取信息,你去参加了活动,你就能明白你能掌握什么。 生活中更有利的是那些永无止境的事物。 比如说,我们有四个孩子,你有小孩吗? 我觉得这是为孩子提供最好榜样的最佳方式。 他们一直都爱我们,但他们现在更爱我们了。 还有就是我的婆婆,她也爱上了我。 我刚刚在佛罗里达州的奥兰多为她买了一座房子,她以前住在纽约。 离开了寒冷的天气,她现在的生活更丰富多彩了。 她正在种植东西,我在多伦多住了17年,现在我又在卡罗来纳州生活了7年。 我爱多伦多,我喜欢那里的一切,但我不喜欢天气和高昂的税收。 这就是我在那里和这里都有生意的原因。 我只知道,我就像一只老鹰,我可以飞翔,因为我是自由的。 你想获得自由吗? 如果想,那就是你需要把握的东西。 我鼓励你成为耶格团队的一员,这样我们才能一起工作。 因为如果经历了这次机会,你决定实现你的梦想,我就知道你可以做到。 我们必须做更多的梦,我们必须做更大的梦。 因为正如德士特耶格所说,如果梦想足够大,现实就无关紧要。 原谅我的英语有时候不够好,话又说回来,你也不需要英语很厉害才能达到钻石。 每一天都请你回顾你的梦想,相信你的梦想能成真。 我记得德士特耶格在音频里说过,不要告诉我你的问题, 告诉我你的梦想,因为你的梦想是解决你所有问题的办法。 我决定要更经常,更努力,更深入地思考。 因为如果我的梦想足够大,而现实无法影响我,我就可以实现梦想。 同时,我知道这将成为解决我的问题的办法,因为我一无所有。 大胆的梦想吧,用能量、激情和丰富的情感来实现梦想。 热爱你的梦想,滋养你的梦想。 我知道,如果你有一个梦想,你需要的其他的东西就很简单。 我有一个简单的公式,梦想加上耶格系统等于成功。 发自内心的做梦吧,我对自己说,我宁愿死也不想放弃我的梦想,我永远不会放弃,因为我的梦想就是我的生命。 如何运用这个系统呢? 我有六点想要说。 第一,是每天都听音频。 我们知道人的大脑就像一部手机,它需要每天都充电,你必须每天用这个音频充电。 第二,阅读系统中的书籍,这些书将启发并坚定你的思想,给你力量、能量和思路,它们为您提供成为赢家所需的东西。 人们会知道你有成功的潜质,因为你有能量,这些书强化了你的思想,而你会将这些展现给它们。 它们可以看得出,你知道并且你很确定你要去哪里,你知道你在说什么,因为你学到了来自最聪明的人的知识。 那些人能在树上摘取到果实,思考并开始接近吧。 我会在最顶端看到你,那里有一切问题的答案。 你必须确信你可以做到并且成为一个胜利者,你将从书中获得胜利者的决心和勇气。 另外,记得参加所有活动,比如业务发展研讨会和所有的集会。 你的咨询线告诉你的所有活动,你都应该参加。 我记得德士特说过,你要注意自己跟什么样的人打交道,因为你会越来越像你经常接触的人,对吗? 所以你需要尽可能和你的咨询线维持紧密的联系,这是系统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。 第四是告诉人们你的计划,如果你不展示你的计划,那就像是你没有业务一样。 有时,我只有两个潜在客户来展示这个计划,我帮助了一个人,我通过这个人得到了两个人的计划。 然后,我帮助了其他人,我从他那里得到了两个,又从另外那两个人得到两个,因为我们创造了动力。 这就是你所需要的,这是一种姿态,好好看看这些数字吧。 再说一遍,你要跟很多人交流,才能找到需要的几个人。 有了三个人,你就可以获得自由,这很简单,但你必须要弄清楚数字。 因此,这个系统的另一部分是产品的使用、分享或认可以及销售。 使用100分的产品,吃掉100分的产品,然后卖掉100分的产品,你就成为一个300分的人了。 这是你的业务开始向前发展的基础,你可以开始赚钱,成为你团队的最佳例子。 如果你的团队有25个人和300个PV,奖金的规模会是多少? 7500块。 当你在接下来的三个月、六个月或者九个月达到这个目标时,你就可以成为银章。 最后一点,对我来说系统的另一个功能就是它的指导作用。 你可以获得一个导师,每一天你都必须和导师坐下来交流。 看看吧,这个月里发生了什么? 我们怎样才能改善? 我们实现了哪些设定的目标? 我们需要改变或者调整什么? 我们去哪里? 该怎么做? 你应该非常仔细地检查你的进度。 有导师是上帝的祝福,因为他们拥有智慧和知识,他们善解人意,他们爱我们,并拥有成功所需的一切品质。 我认为导师是最好的GPS,他们可以带你到任何你想去的地方。 这就是这个系统,每天听音频,阅读导师推荐的书籍15或20分钟,参加所有集会和会议,每周展示你的计划5到6次,是用产品,吃,分享,出售他们。 在接下来的两到五年里,一直坚持不懈地做下去,然后就像许多人所说的那样,我会在世界各地的海滩和机场见到自由的你。 有一件事非常重要,不管这个月,下个月,又或者今年发生什么,如果你对我们的系统有信心,如果你坚持下去,我很确定你早晚都能实现梦想,永远不要气馁。 我经历过那样的感受,每当我气馁时,我都会意识到我又回到了原点,所以我绝不允许自己灰心丧气。 我尝试过两三次,结果我很受伤,我问我自己该怎么避免这种情况。 结论是我必须更努力,我必须做更多的梦,我必须要走出去,我强迫自己走出去,去做点什么。 我与亲密的家人和孩子分享了我的梦想,他们记住了我说的话,你说过这个,你说过那个,可你现在怎么了,你必须走出去。 他们鼓励我出去做事,我知道想要完全避免感到沮丧并不容易, 但请你一定尝试找到避免它的办法。 因为每次你如果能避免它,并且反思自己,你就在帮助自己,坚持做梦,并且坚持相信自己吧。 我可以跟你列出来很多条为什么这个生意很值得的原因。 首先,我们有足够的金钱来生活,并且在多伦多、南卡罗来纳州和佛罗里达州的奥兰多,我们都能买下房产。 我们用现金来支付汽车,我们买下了奔驰和雷克萨斯,我们在多伦多的银行有足够的现金,我们被银行当作是他们最好的客户之一。 让我告诉你一个小故事,当我刚来到加拿大时,我欠着两千加元的债,我连大衣都没有,我去二手救济店买外套,花了四加元。 那个外套以前的主人比我矮,所以外套穿在我的身上很紧,我就一直穿着这个外套出门。 人们对我来说,你怎么看起来很冷? 我说是的,我是感觉很冷,但他们不知道我没发活动,因为外套对我来说太小了。 我穿着那件外套去了银行,我带着我的朋友为我写的一张便条给收银员说我要开个账户,他说你要存多少钱? 我说让我想想十加元,他说多少钱?我说十加元,他问我你能晚点来吗? 我说不行,我必须现在开户,因为我的工作需要将每周的支票存入这个账户,他说没问题,他帮了我这个忙,为我开了账户。 在我做这个生意五年以后,我去了同一家分行,见到了同一个女士。 我带着一个装有几千加元现金的包去存款,经理对我说,佩拉尔塔先生很高兴见到你,早上好,你完成了存款后,可以来一下我的办公室吗? 我说没问题,我可以存完款后去你的办公室。 他说请坐,你想要什么,你想来杯咖啡,热茶还是水,有什么我可以帮忙的吗? 我心里想,上次我在这里,他们都不想帮我开账户,而现在他们却如此优待我。 当你变得富有时,生活的变化真是大啊。 他问你想不想在一些项目中投资呢? 我说不,谢谢,我有其他计划,哈哈,总算报了一筹。 我们现在有足够的钱来过上更好的生活,我和我的妻子很会规划我们的时间。 我们有足够的时间陪伴家人,决定工作,而且我每天睡八到十个小时,我每天睡到自然醒。 有人想要这样的生活吗? 我没有老板,没有债务,没有别人给我指定的时间表。 自由是我们的生活方式,然后我们自己决定吃什么。 我可以选择任何我想要的东西,我选择想要开什么车,还有就是我真的不是吹牛。 我只是在告诉你,这项生意可以让你获得并且实现你的梦想。 这项生意可以让你获得你想要的生活方式。 你有时间做你想做的事,你会有很多朋友,我们在许多国家都有朋友,我们为此感到非常幸运。 他们感激我们,我们也感谢他们。 我们甚至在欧洲也有很多朋友和生意,同时,这项生意让我们拥有了很多假期。 据我妻子说,因为这项生意我们度了二十多次蜜月,这还不错吧? 大多数蜜月旅行的费用都是供应公司支付的,我们每年要休三到四次假期,听起来很棒吗? 这是因为这项生意能把你的时间还给你。 第五条是荣誉。 我们的房间里摆满了荣誉证书、牌匾,还有各种各样人们送给我们的礼物,用来感谢我们给予他们机会,帮助他们获得了自由。 我记得当我的照片出现在加拿大的一本成就杂志上时,我就把它寄给了我在多米尼加共和国的父母。 我的父母去找邻居和所有认识我的人炫耀,说这是我在加拿大的儿子,他取得了成功。 我父亲为我感到骄傲,而对我来说,这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之一。 我父亲认为他跟我都做得很好,除了所有这一切,这项生意还让我们拥有了智慧。 智慧是一个人生命中最宝贵的财富之一,因为它引导你做正确的事情,拥有正确的原则和正确的价值观,并且可以自由地生活。 所以今天真的要感谢这个生意,让我们拥有了健康、金钱和爱。 我们感到十分幸福,感谢耶格系统、耶格家族和所有人,让我们的生活变得如此积极。 你想要自由吗?你想要快乐吗?你手里有最好的机会。 但是再说一次,这取决于你自己,不要让任何人偷走你的梦想,相信自己,把梦想变成现实。 因为这是值得的,我会在最顶端和你相聚,在全世界的海滩和世界上最好的机场,看到自由的你,你可以的。 虽然以上的技巧和方法在其他人身上发挥了作用,但没有人能保证,这些技巧和方法在你身上也发挥同样的作用。 我们相信,以上所提到的技巧和方法,配合正确的心态和行动,能够帮助你发展一个强有力和有利润的生意。 本内容版权所有,严禁复制,自由选购。